让每个人都能满意 其实我只想告诉他一点 对于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 尤其是男人来说 成功这件事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很多的社会问题 都是在病态和盲目的 追求所谓成功当中产生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 都去追求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健康 幸福 和睦 安宁的生活呢 除了金钱和权利 我真不明白 我们今天追求的所谓成功 到底还意味着什么 其实好好想想 把这个问题闹明白了之后 我们会减少很多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产生的贪婪 欺诈等等丑恶现象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网iatricï 好 谢谢大家 我